漫漫的海面上 巨大的鯨魚正一邊噴水 一邊奮力向前游著 這是海洋生物學家 邁尼奇博士利用無人機 所拍攝到的精彩畫面 但更厲害的是 他還利用無人機的輕巧便利 來採集鯨魚的鼻水樣本 我們有一個小型機器 那機器其實有一個 鯪魚餅中的肩膀 我們讓那機器 飛到蝴蝦 從蝴蝦從蝴蝦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都會有大量的鯨魚 從南極州遷徙到大堡礁 因此也是科學家 觀測這些巨大海洋生物的 最佳時機 然而要從體重 超過30公噸的鯨魚身上 採集粘移樣本 並不是件簡單的任務 但有了無人機後 只要抓對時間點 就能成功採集樣本 邁尼奇博士表示 從鯨魚的鼻水 可以知道鯨魚的DNA 基本上我們會知道 鯨魚的DNA 所以當鯨魚爆發 它會爆發 鯨魚爆發 所以我們可以 證明是男人或女人 但還有其他類型的 它會爆發 除了採集鯨魚鼻水 邁尼奇博士 還利用水天器 來聽取鯨魚 所發出的神明聲音 鯨魚爆發 超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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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一種男人的歌 這應該是一首歌 但我們正在超過的 超過的 所以很獨立 自從六十年代禁止商業 捕殺做頭巾後 做頭巾的數量 已從原先的五百隻 增加為現金的兩萬隻 再次回到 再次回到 再次回到